大家看到有人在罵我們 臉書上有一個社牌在罵我們 大家如果關心農業的話 會有看到社牌叫文青別鬼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如果沒有看過的話可以搜尋一下 他最近在罵我們的 就是說我們推動基改食品 就是你們這些有錢人啊 豆腐都吃四五十塊的 才認識非基改食品 就是我們目前正在推特行動 主要是透過異攻擊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屬於 我們不是一個組織 就是兩個人 就是兩個人的這件事 那我們是去年九月的時候 發起了一個 去年九月不是有九合一選舉嗎 去年十一月大家選舉 那我們就是要求全台灣的候選人 他要簽署一個承諾 就是說如果你當選了之後 你要開始推動馬基改食品 趕出不下午餐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在座有些家長 你們可能會知道 小朋友的午餐裡面 幾乎每天都會有豆干 豆干豆皮豆腐豆將會增長 小朋友最喜歡會增長 這樣 那這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美國的基改黃豆 或者加大基改黃豆 那我們希望透過選舉的力量 讓他們先上任的候選人 可以承諾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從去年九月 開始推動到了 總共有十九個縣市的縣市首長 就是當選的喔 有十九個縣市的縣市首長 當選的他們有簽這個承諾書 那唯一全台灣沒有簽的三個縣市 一個霍場 一個霍場 那另外兩個在東部 就是花蓮跟台東 他們沒有簽 花蓮、台東跟苗栗 三個縣市沒有簽 那剩下的十九個縣市 縣市首長 全部都簽了 好像都有當選的這樣子 那再來 嘉義士的市長也有簽 那我有寫進去問嘉義士是更重要的 然後就是說 嘉義士都會鼓勵 學校午餐 開始使用 避免使用基改的食品 那這個也是寫進的時候 會在會議中去討論 要不要把基改食品感出效率的 據我所知 新學期好像開始要做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有 有嗎?有人有點 有嗎?在對我們家長 如果有家長的話 可以回去看看小朋友 九月份的菜單 上面會不會寫 全部都使用被基改的黃銅 那目前我們就是兩個團 就是這個團體兩個人 就叫成功 然後另外一個黃家人 他現在在夏威夷 看基改入瓜 大家知道夏威夷是全世界基改公司 他們用孟山組 杜邦 拜爾他們所有的基改實驗室 都送在夏威夷 去實驗 因為基改做要實驗 看看特別重不動的火 然後長得好不好 然後這個重地就在夏威夷 所以他現在一直在夏威夷看基改目標的 那我們就是希望政府 業者家長還有學校 可以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自己有一個臉書 叫做校園午餐搞飛機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我們愛個讚 然後等一下可以搜尋一下 我們自己也有一個部落格 每天都有一到兩篇文章 基本上只要上到校園考飛機 就可以留到我們的部落格 然後我們的一些行動 還有一些資訊 都會放在上面 那今天就是 因為這是書店 所以要介紹一下書 今天這個影片的導演 就是左手編這本書的作者 叫欺騙的種子 他大概是台灣這十年來第一本 整本全部都在講基改的中文書 那當時是有聯譜想要引進這本書 後來找了我 當時在那個基金會 還有大家常常很熟的 台大的郭華恩老師 台大農業教的郭華恩 還有一世嘉義連的 綠色陣線的吳東傑老師 然後大家想說這本書很好 因為Jeffrey Smith在國外非常有名 就把他引進到台灣來 是有聯譜出的 那是2010年 那當年Jeffrey Smith也有到台灣 這個作者也有到台灣 等一下大家會看他看到版 那影片裡面全部都是他 那一半誰都是他 因為他就是等於一個代理解說的角色這樣 那右手邊這一本呢 就是2012年 一樣是聯譜出的 那如果有在從事社會運動的人 可能看這個會比較有意思 右邊這一本 他講的是世界各地 這些社運團體 怎麼去推動飛機來運動 因為每個地方的飛機來運動不太一樣 那像台灣 大家知道台灣不會重視激感的東西 台灣不會重視 台灣是不能重視激感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求消費者 要看你要實斟 這是台灣的特性 當然世界各地也有其他能推動使用的特性 那如果對於社會動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看右手邊的那一份 那剛剛影片裡面等一下會出現這個人 就是他也是一個反機感重要的一個印度的女學者 他是物語學家 他有在2010年 他有在2010年也有來到台灣 那他這個是綠色陣線出的 有三本 那這裡面好像只有一本這樣 那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有沒有其他本 然後 然後 這個 叫做蜜蜂消失的事件 在談激感作物對環境影響的時候 通常都會談到蜜蜂 蜜蜂死掉 不同的地方會死掉 那有很大的 推論 是由於我們種植激感作物 那激感種子上面裹了一種種樣 叫做類尼蜂蜂蜂 然後 蜜蜂吃了這種 或者吃到這種花粉的時候 他就死掉了 所以 在談激感對於環境的影響的時候 很常談到蜜蜂跟蝴蝶 因為蝴蝶叫做 帝王蝶蝶 所以 我們在談激感食物的時候 很容易會流入說 激感的質量到底會不會死掉 不會自然 那其實他對環境 然後對於土地 其實都是有其他理解的 那另外這本 很有意思 大家有看過這本嗎 雜思者的兩章 他前面的第一章 全部都在講玉米 那大家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激感作物 前兩種就是 黃豆跟什麼 玉米 對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玉米的知識 這一章的大概前一百頁 全部都在講玉米 那這是一本在考慣的書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這本 台灣好果子 要介紹的是作者 叫做蔡家山 他是經典雜誌的 名作 名記者 那他為什麼台灣這幾年的 基改運動會這麼風險 就是因為他在經典雜誌上寫的 在那個經典雜誌上寫的一篇文章 一個報導 叫做 台灣的恐怖黃豆真相片 大家可以去查蔡家山 跟經典雜誌 那這個是為什麼台灣的 飛機改運動會突然 往上竄 還有大家現在都在談說 我們這次是飼料級的黃豆 讓我聽過 我們這次都是飼飼料級的黃豆 這個名字就是從這個記者身上來聽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辦辦這本書 那 好 就這樣 那 老闆老闆說什麼 沒有齁 好 那我們就看影片這樣 那看影片如果大家想要問題的話 我們就在討論一下 這是什麼可以種植基改的作物 還有什麼的種類 法律現在是不允許 種植任何基改的作物 應該不能說不允許 而是 他允許 但是 申請 他都沒有過 就是 我沒有禁止民眾 但是你來申請都會過 我看大家懂齁 法律上說 沒有說你不能種 你要種可以 你要有層間實驗來申請 但是目前台灣還沒有任何的 基改作物通過這個申請 所以實質上來說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種出來的東西 就是什麼 可以基改 我有一個問題 是那 等一下我阿嬤他們有在種植 如果他們去買種子 有可能買到基改的東西嗎 不會 對 對 那 所以 我們通常在講說 如果你想要離開基改作物 第一點 就是吃他的東西 吃台灣的東西 絕對不會吃到有基改 這樣 那好 那台灣不能種對不對 台灣不會進口 可以 台灣可以進口 黃豆 黃豆 玉米 還有什麼 黃豆 還有兩種 你剛剛影片都有看到 油菜 油菜 跟什麼 棉花 對 然後通常問到解釋大家就說 那進口棉花幹嘛 棉花可以吃嗎 棉子油 棉子油 棉花進口 作為食品 就是做棉子油 那棉子油會用在哪裡 你們還記不記得去年有一個 很有名的油品事件 就是混著鹽子油 那在日本有一些罐頭裡面 它鹽子 那個鮪魚啊 或者魚的罐頭 它是用鹽子油 那另外一個叫做油菜 油菜 不是那種綠色油菜 另外一個名字叫做芥花油 那所以現在去市面上看 因為我昨天才去那個超市 拍了一些視頻 我發現有很多很多芥花油的產品 現在很多芥花油在哪裡 我還太知道了很多 那 所以目前在台灣會擔心到這四種 黃豆 玉米 棉花 那棉花其實大家比較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用到棉子有東西其實還蠻少 那要重要的就是黃豆跟玉米 那台灣是種蠻多玉米的 所以 要吃到台灣自己的玉米還蠻簡單的 但台灣種不種黃豆 種啥 種對不對 但台灣種的黃豆很多嗎 有一個統計 就是 大家可能會很常挑這個數字 台灣一年吃掉230萬到250萬公噸的黃豆 那台灣自己一年蠻多少黃豆 不知道 我們一年吃掉230萬 我們算250萬 那台灣自己蠻多少 休息一下 x2 才有這樣子 如果抽起來就有 啊 就無數 sometime看 那 封到哪 30 30了 30公噸 好 我忘記了有數碼 好像不到一噸吧 不到一噸 太少了吧 我忘記了 台灣大概才一萬公噸 不到一萬公噸 也就是說我們的黃豆自給率是250分之一 所以有99.9%的黃豆都是來自於進口的 進口的黃豆最大宗 我們就是來自於美國跟加拿大 美國跟加拿大當然就是種植其他大米 所以在 學育統計 因為在我們進口的99.9%的黃豆裡面 有9錢是雞改做的黃豆 雞改的黃豆這樣子 所以影片裡面才一直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台灣吃的東西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在推 希望小朋友在學校午餐裡面 不要吃到雞改的黃豆製品 裡面提到很多對於小朋友的危險 主要是來自於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的嘉陵賽 嘉陵賽如果聽起來很難話 就是年齡村大概已經有年齡 就算沒有做過年齡 也聽過年齡 我們就特別來講一下法律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去講說 雞改作物的農藥特別多 台灣有一個法律叫做 食品農藥殘留率 農取率 就是說這個東西它可以喊 農取多少的農藥在上面 那有一項是針對年齡村 嘉陵賽 那台灣的稻米 是0.1pm 光是0.1pm 那台灣的毛豆 毛豆跟黃豆也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嗎 毛豆跟黃豆也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有些人說 毛豆就是比較年輕的黃豆 對 真的 對 所以毛豆比較年輕的黃豆 台灣的黃豆加年齡 就是年齡村這個容許量是多少 對 我們剛剛聽到的都是0.1 0.2嘛 那黃豆是多少 台灣的黃豆容許便利 如果黃豆跟毛豆是一樣 毛豆如果是0.2或0.1 那你覺得黃豆多少再合理 一定比例要合理不來 我們就比例要合理不來 台灣的黃豆容許率是10pm 這就是整整多人 比毛豆都是100倍 那你有沒有找到什麼 進口的關係 對 因為我們是進口的關係 對 因為我們是進口的關係 沒錯 我們進口的黃豆 都來自於哪裡 美國跟加拿大 那他們種子的這些基幹黃豆 大部分你看看影片 就是撒很多加0.3pm 那美國的標準是20pm 那如果你進口美國的黃豆 對不對 那你把它設0.1 進得來嗎 根本就進得來嗎 因為美國標準是20pm 所以他就設了10pm的標準 所以這10pm的標準 並不是針對於人體做實驗 就是說我們常講收入金 或什麼 就是說人體做實驗 就是這完全是因為 貿易上的考量 如果你設成0.1 設1.1 那基本上面 加拿大的黃豆 都進不來台灣 因為大部分他們種植的方式 就會像剛剛那樣 這個就是我們特別 希望跟大家說 如果你再吃基幹黃豆 的話 豆子餅的話 如果你家有小朋友 盡量不要拿小東西 那這個其實跟 前幾年3.11福島核災之後 日本老人有一個行動 你知道日本老人有一個行動 他們發出一個聲明 他們說福島的東西 因為發生了核災嘛 那種出來的東西都沒有吃分 所以日本老人就說 那這些東西我們來吃 他們要一起吃 因為我們佛命幾年 但小朋友還要很多年來吃 基本上到底是一個樣子 那 嗯 大部分就想要這個 他還會想要什麼 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來 玉米片 會 有 有 有啊 任何總之道 什麼多力 有 對 我們說要講黃東 就來 那 剛剛影片裡面 最後面 那些美國人也是在爭取 他們要既改秒釋 台灣有沒有既改秒釋 台灣有沒有既改秒釋 7月1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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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有沒有 有 有 有一些飛機改黃東 對 那如果7月1號之前 大家有沒有看過 上面寫 韓基感到黃東 你以為他埋名的 沒有 其實是有 就是台灣在 大家剛剛有提到7月1號是新製 那其實在7月1號之前 台灣是有 基改標識的朋友 就是 但他只針對什麼 黃豆跟玉米 黃豆和玉米上面 很有可能會寫 含基改造 那這個法律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 現在我這個玉米片 如果我裡面這個 玉米編底百公克 那我的一百公克玉米片 裡面如果含有五公克以下 的基改玉米的成分 重量是百分之五嘛 對 他就要寫 含基改造玉米 就是舊的製作 那如果你去年去買 上面什麼都沒有寫 那他很有可能是什麼 他如果上面什麼都沒有寫 表示什麼 他是基改還是被基改 他有可能是基改 也有可能是被基改 為什麼他有可能是基改 他有加基改原料 但是沒有差不多 百分之五 所以他就不用寫 那為什麼他很有可能是被基改的呢 因為台灣的被基改叫做自願標示 我用被基改原料 我要不要不要 我可以不用標 政府沒有強制到標 但是如果用了基改原料 要不要不要 要政府強制你要標 那我們跟美國人是反過來 美國人他們政府是不用標的 所以美國一直要要求他們需要有基改標示 其實美國很可能 大概上個禮拜 7月23號 美國剛那個 美國有眾議院跟參議院 眾議院就是 比較第一名的 眾議院通過一個法律 他們要求所有的 美國各州 不能去制定要求基改實力標標示 他們通過一個法律 就是說假設你是夏威夷州 你在加州 你在米營州 你在抗萊比特州 你們都不能去制定自己的法律 要求基改實力標標示 他們通過這個法律 如果你自己州 我想要定做 我這個州想吃得好一點 我想要基改標示 不行 他們現在通過了一個 全國性的法律 那現在才到眾議院 要送到參議院 參議院通過之後 這才會就是全美國實施 所以現在美國就是 叫這個法律叫做黑暗法案 然後現在就一直在吵著這個事情 所以 他們的路還很長 那 為什麼 剛剛影片也要講 為什麼 這些人不讓他們知道 為什麼 這件事就是 很奇特 為什麼他死都不讓你知道這個基改 這就是一直我們在想 在台灣其實好一點 我們有知情權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是救治 那七月一號的新治叫什麼 就是 這個東西裡面如果含有基改成分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運影片對不對 我現在如果加了一公克的基改原料 要不要寫 要 他的心治就是 只要有加基改原料 就要寫寒基改造 所以就不會有去年那個樣子 如果你拿了一個東西 上面什麼都沒有寫 那他就是什麼 被基改 新的制度 如果你拿了一個東西上面什麼都沒有寫 那以正常的狀況來說 他就是非基改 只要有加基改原料 就必須要寫它 那也不是任何東西拿過來 就是說 喔 我今天拿到一個叫做 芒果汁 我們前陣子有看到也叫芒果汁的 拿到一個芒果汁 上面什麼都沒有寫 就是說 喔原來這個芒果是 非基改芒果 這樣對不對 不對 因為世界上並沒有 基改芒果 非基改芒果 所以 如果你去拿到一個東西 拿到一塊芒果汁 上面寫非基改芒果製成 這個廠商要被罰 這個廠商要被罰 這廠商被罰 因為什麼 叫什麼 廣道不實 因為大家看到 非基改會願意付比較多錢嗎 對不對 我覺得非基改芒果比較好 但事實上 這世界上有沒有基改的芒果 沒有 所以如果你去看到 什麼叫非基改黑豆 非基改黑豆也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非基改綠豆 也沒有非基改綠豆 也沒有非基改紅豆 沒有非基改芒果 沒有非基改的 泵泥 這些東西都沒有 所以大家注意到 還有基改標示這件事 目前在台灣只要針對四個 黃豆玉米 鹽子油跟芥花油 這四個東西 會有基改標示 那其他 這四個東西以外 如果出現的 叫非基改東西 這個廠商是要便當的 好 那這樣大家知道 表面片 請問一下傳統廠商 買那個豆腐 他會說 我這個是非基改的 然後教會比較高 對 就是只是孔頭這樣講 沒有相信 自己相信 好 一定會有人 我只會問 就是我們去市場 現在 我們剛剛講到舊的制度 舊的制度 只規定包裝食品 就是我們去買多一多瓶 或什麼 包裝食品要表示 但新的制度 連菜市場這種 沒有包裝的 直接叫散裝食品 也都列入管制了 所以以後你到 從明年1月1號開始 全面食市是1月1號開始 去試 去餐廳吃麻糊豆腐 麻糊豆腐上 你都要先吃麻糊豆腐 食油和基改 還是非基改的 散裝食品 連餐廳都要補食 那回到剛剛這個 姊姊問的問題 你在市場上看到 非基改豆腐 我怎麼知道他食不食 第一個 你可以先去問這個 老闆娘 當然你可以說 這是非基改 公共 公共有多少事 拿出證據 台灣為了推動非基改 這個新的制度 也通過了一個法律 叫做追蹤追溯制度 以前黃豆進來 就是黃豆進來 基改跟非基改 通過分在一起 它只有一個號碼 所以進官的時候 只會有一個號碼 那這個號碼進來 我們就知道 進口 比如說200萬噸的黃豆 但是我並不知道 200萬噸裡面 有多少的基改 非基改 但是去年10月 通過了追蹤追溯系統 非基改黃豆會有一個號碼 那基改黃豆會有一個號碼 那就跟生態語音是類似的意思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 很擔心 不相信它 比如說那你要拿出證明 那它就會去跟它上游程上 要有這個豆腐的進口原料的證明 都可以貼出來 那很多跟我說 那個證明都把這個騙人 很多人都會這樣講 大家都被騙怕了嘛 比如說前面跟我說 飛基改的黃豆 後面的主豆漿 是用雞南黃豆漿 對啊 很多人都會這樣跟我說 我怎麼知道它是真的假的 那回到這種問題就是 法規當然是法規 法規當規定 但是不一樣這個保證 那至於後面會變怎麼樣 就是有時候會回到說 如果你長到這個店家 如果說你長到紅牙來 長到紅店家去吃東西 那自然而然 你就會跟他變成朋友 或者是比較熟識 那比較熟識之後 他就比較會騙你 那我會這麼覺得啦 他如果騙你不會就算了 你會知道這個老闆我也怎麼樣啊 或者你可以偷去看到廚房 是真的都是用紅衣體還是什麼的 所以有時候回到 法規當然是法規 但是漏洞還是會很賺 等你真的因為漏洞 以後就 一乾一乾乾說 所以我們的法規都沒有用 我覺得那其實有點 真的不好看 好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在講的 好裝食品 產裝食品 那上面就是講 黃豆 玉米 棉花油菜這些 那像其他的 像芭辣 沒有關係會改發 這是政府的文宣 我覺得這種還滿高的 好 那這是一個我們 那個行動團隊 上個月 跟一個法國的導演 就是平靜的一部片 如果有機會的話 希望也可以在紅洋裡面 他都改造核世界 他把基改跟核能 放在一起講 基改跟核能 有什麼講的 我覺得大家覺得有什麼相似 基改跟你說 會餵飽你對不對 沒有基改你就會不餓 那核電叫什麼 沒有核電廠就會缺點 對不對 那還有呢 核電是比較清潔的能源 比較便宜 比較高核心 因為核電就是低核心 沒有再生能源 我們要先把再生能源找出來 再來講說 我們換核電 我們通常都提到這些 那基改 一樣嘛 基改比較便宜 基改比較高核心 沒有基改 大家也會惡死 所以這個辯子就是從 核電跟基改 這兩個粒體去打 那我對其他滿有意思的 如果大家去認識這兩個粒體的話 其實有很多共同的理由 那我剛才講康座 可以讓你去 可以去 那這是世界上28個種植基改做的國家 台灣定有在裡面 所以台灣是禁止種植基改作物 那前面五個就是 美國、巴西、阿根廷、密度跟加拿大 是世界上五大種植基改作物的地方 那主要是種植域的地方 然後通常 剛剛影片裡面會一直載到1996年 1996年也是基改作物全面商業化 種植開始的時候 就是說在1996年之前 民國85年之前 你吃的黃豆都是什麼 被基改黃豆 民國85年之前 你吃的黃豆、玉米、棉花、棉花、油彩 全部都是被基改的 那世界上第一個出現的基改作物 就是基改番茄 1994年出現基改番茄 那後來一個師 它的效果並沒有那麼好 那個基改番茄的特性叫做什麼 基改的特性通常都是很奇怪 這個基改番茄的特性呢 通常基改作物的這種特性 都是針對業種的需求 因為番茄很容易碰爛 然後所以在20年前種番茄的時候 番茄是前瞬瞬的時候要摘下來 換它 它只要紅了 你只要一送到別的地方去 好像就爛掉 然後摘下來之後 送到這裡 紅藥 紅藥是綁這裡 再送到這裡 那我再怎麼樣 吹一手 它變紅色還可以買 那所以 做基改番茄的這個公司 就希望這個番茄可以在上面紅 而且又怎麼樣 不會軟 所以它就把其中一個 會變短的基因把它關掉 就是讓它不標變短 那事實上這個公司 因為基因不善 還有這個技術性並沒有那麼好 所以它重斷的番茄 送出去還是會爛掉 那最近 這個很好笑對不對 最近有更好笑 今年美國合作了兩種基改食品 一個叫基改馬力鼠 一個叫基改馬力鼠 一個叫基改蘋果 那你們猜一看基改蘋果的特性是什麼 蘋果怎麼樣你最討厭 癢化 癢化對不對 切開就變黑色 有點討厭對不對 所以基改蘋果 還是把它 癢化的那個基因關掉 所以這個蘋果切下去之後 坑往顧了 欸 你覺得很荒謬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麥當勞業者 假設你是麥當勞 或者是昏地 或者是肯德基 就會覺得這超棒的 因為怎樣 我的沙拉 放著 它就會變賣相非常好 所以它做這些東西出去的市場 就是給這些素食業者的市場 並不是一般的 我們如果想說破鈴薯就好了 通往前面 那另外一個 馬鈴薯 我們剛剛講到基改馬鈴薯 那有沒有知道 這個基改馬鈴薯 要看特性是什麼 巴氧 巴氧 好 我們剛剛講到素食 素食店對不對 肯德基拜蘋果 那馬鈴薯用在肯德基拜蘋果 薯條 薯條 那前幾年 大概是六七年前 有一件麥當勞的薯條 還是油 我覺得是麥當勞油的問題 那提到油炸的這些薯條 洋芋片 會有一種致癌物質 叫做比齊西安 不知道有沒有 有 有有點 這種叫比齊西安 那這個基改馬鈴薯呢 就是這個比齊西安的含量 會怎麼樣 比較少 所以它拿去炸的時候 比較少什麼 比齊西安 所以你吃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怎麼樣 是 可以跟你說 你看這個馬鈴薯的比齊西安 很少 所以你吃我們的薯條 沒有問題 但事實上 在我們的自然界裡面 原本就有一些馬鈴薯的比齊西安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它大可拿這種馬鈴薯 來炸熟 也不用特別去拿 有一種馬鈴薯基改子 我們需要的事情 所以有些基改的事情 你去想想 總荒謬 但是 就是 從業者們 角度來看 就會覺得 平常有一點道理 所以影片裡面才一直談到說 都是為了錢 為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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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就是 目前世界上 六大的中子公司 那共産都大概是最有名的 先鎮達巴斯 敗爾跟股邦 大家想到都是化工廠的人 所以這些中子公司 他們前身都是化工廠 其實有一部片就在講他們 就是 他們先做了化工廠 然後打仗就做化學武器 他不打仗了 化學武器每月用了 就做什麼 肥料 肥料沒有用了 就賣農藥 農藥大家都不買 大家都中有機對不對 因為他在賣農 賣種子 都是一樣的 反正都是在實驗系裡面做 所以我們剛剛談的 孟山多就去研發了 他們抵抗自己 對我們的明星 產品叫黏黏黏醇 抗黏黏醇的黃豆玉米 所以 為什麼他一定要抗黏黏醇 他不能抗其他的嗎 他不能抗黃黏醇嗎 因為他自己的種子 他自己生產的種子 一定要抗 一定要抗自己的農藥 對不對 我賣給你說 這種子很不錯 他可以抵抗黏黏醇 我正好 那順便把黏醇賣給你 對不對 我噴黏黏醇 這種種子不會死啊 所以 孟山多 為什麼他要研發抗黏黏黏醇的種子 因為黏黏醇已經賣不出去 所以他就怕黏醇的種子 讓這個黏醇的大陸的種子 一起走 那 現在有一個交易 就是 孟山多要跟先政黨合併 孟山多已經很大了 現在要跟這個第二個先政黨合併 那如果合併的話 就會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 種子跟農業工具 那 孟山多的產品 大家都知道他自己其他的 公司 所以就 隨便提一下 他們自己生產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常聽到的BGP 戴耀辛 多綠原本 這些都是孟山多的產品 那 特別提到一個 最主機的上角 這個叫阿斯法 會出現哪個 阿斯法 代糖對不對 在十幾年前 大家就是減肥的時候 都要說 我們要吃戴的 要吃糖 那 這個東西 代糖 會出現在現在你去超市 買什麼東西會出現 買什麼 口香糖 口香糖 對 什麼口香糖 某一種特性的口香糖 就會出現 想想看 什麼口香糖 是草沒口味的呢 還是清涼口味的呢 還是什麼特性的 什麼特性的 他既然叫代糖 對不對 醫生 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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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第一台要什麼 紫糖 無糖 對 沒錯 阿斯法甜就會出現在 無糖的產品上面 所以你去看那個 Extra 無糖口香糖 上面就有阿斯法甜 然後可樂 可樂可樂 有一個名卡的 然後可樂對不對 那個超難喝的 有喝過嗎 沒有你們都沒有喝過嗎 你們要喝喝看 很像中藥 所以我都會跟小朋友 因為我們有時候 跟小朋友談 可以交的事情 我會跟小朋友說 如果你真的要喝可樂呢 我勸你還是喝 有糖的可樂 比較好 第一個他比較好喝 而且第二個 他沒有阿斯法甜 我們一邊喝 玉米糖醬 也不要吃阿斯法 那 有糖的可樂會從問題 就是剛剛講的 除了我們剛剛講 玉米高火糖糖醬 就是從玉米來 玉米墊的提煉 把葡萄糖跟果糖提煉出來 所以我們在談 不吃雞改作物的時候 不吃雞改行程的時候 其實一直在談 你只要少吃什麼 就不會有問題 加工食品 如果你都不吃 餅乾汽水 這些東西 你都只吃 土地長出來的東西 真正 就是這些東西 那你只要不吃 黃豆跟玉米 就好了 你只要吃他的玉米 就不會有問題 你就不會吃到糖漿啊 不會吃到什麼玉米澱粉 麥芽菇 這些東西 如果你可以吃到 看到形狀的東西 或農產品 這種東西 也會避免掉 很多很多 基改食品的風險 因為很多基改食品 你想像不到 例如說 剛剛裡面有提到奶粉 奶粉怎麼可能會有黃豆 你有沒有想過 有 奶粉有很多黃豆 如果你去看小朋友奶粉 大豆軟鈴脂 明紅大豆軟鈴脂 麥芽菇 這些都是黃豆奶粉 你看 大豆軟鈴脂也會出現在 很多的健康食品 大家可以看健康食品 所以如果大家有進去可以翻一下 那個奶粉的地方 裡面 所以去年 不光是去年還今年 那個西美麗 今年5月 他們就推出一款 號稱完全沒有 基改成的奶粉 或大壽 所以 沒有講都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在掌家聯賽的問題 剛剛其實已經 已經談過 那在台灣呢 就是有三個地方 在掌管基改的作物 農會當然就是 種的這個基改作物 那我已經講過了 台灣是不能種植基改的品項 那衛生符壁部呢 就是管吃的 台灣東西有分三種喔 管科技的叫科技部 管這個基改技術 是屬於科技部 種下去的東西 是誰管的 農耳會管的 這東西種出來 變成食品 是誰管的 衛福部管的 所以一個基改 一個基改液體 為我朋友翻譯過 那我們現在 比較多是跟他抗戰 對 那就是 剛剛 大家特別講 就是我們都會跟大家講 台灣是不允許種植基改 目前還沒有開放 所以基本上 那 這是目前台灣鏡頭的基改食品原價 就這四項 黃豆與棉花也有採 那後面的數字是品項 就是有21種黃豆 60種運輪 9種棉花跟4種運產 那這個 大家去上網查 衛福部的基改食品 專區 就會查得到這些數字 然後這個後面會有什麼公司 種出來的 什麼產品 那大部分呢 這些公司 應該這麼講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基改作物 有一些主要成分 比如說抗蟲 或者抗蟲除草劑 但現在已經不太流行這種東西了 大家知道嗎 因為剛剛影片裡面有提到 除草劑殺酒 或什麼 抗療性 就像我們吃東西一樣 那個吃要吃酒跟抗療性 所以 這個單一週種酒的呢 他除草劑就沒有效 但是他還要是會死 那 我這個孟三都 我是噴年年春 我這個東西會有除草劑 會有抗性對不對 所以孟三都現在 一樣要跟杜邦 杜邦還是敗 他們兩個合作 推出 兩種 抗兩種農藥 混合型的基改作物 就是說他既可以抵抗0.0吋 也可以抵抗 比如說20D 不同的農藥 那現在如果去查的話 台灣其實有很多叫混合體系 就是他不是只有單一抗 除草劑或抗蟲的 他很有可能抗很多種不同的 兩種三種四種 他還有抗六種 抗六種的除草劑 就表示說這個東西 你噴六種除草劑 他就不會死 因為他可以抵抗這六種 現在一定不是單一種 因為單一種可能就會有放棄 那很多公司他們也開始放棄 他們自己的成見 洗手都做這樣 他在一起賺比較多 不然他們自己也是死 這個可以講 那這個就是我們當時 去年9月份的時候 跟這些候選人提到的說題 把它整理成三項 那第一個就是台灣有超過九成是進入的雞感黃豆 那這黃豆是什麼問題 像我們剛剛影片已經看了很多人 那第二個就是 小朋友吃了這些黃豆之後呢 那他的農藥殘留量會比較高 風險相對比較高 那第三個 很多人會去查這個 譬如說雞感食品吃的對人 根本就沒有問題 沒有人吃的會死掉 沒有人走 那但是 有沒有人吃的會怎麼樣 剛剛影片裡面已經提到很多很多例子 那 這個 這個作 這個導演就是 剛剛比較晚的 這個導演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叫欺騙的種子 那如果大家對於裡面詳細的 範例 或是不是有興趣 大家可以看什麼 那這本書 一出來的時候被很多科學劍 就是台灣有很多科學的 網路上去的專家 還有很多專家 就會說這個作者就是大辯子 台灣有一群擁護基幹的科學家 會說我們 我們這群人 就像我 他就會說我們這群人 就是在支持基幹活動 我們背後就是 有機廠商這樣 那 有些科學家就會提醒他 比如說他裡面很多實驗 案例 比較誇張 剛剛影片裡面 如果你們真的看的話 會覺得有些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會說老家 就是有的 雖然很誇張對不對 如果你們吃了不死 就死掉 就誇張了 但是 我後來 了解比較多之後 我就在想 如果他這一本書 你講的 這個影片 你講的三十種病 對不對 二三種病 假設真的有一兩項 真的是 有問題 那 你要不要讓你自己想要 冒這種風險 他提出很多證據 那就算他全部 就是你覺得他多難 但裡面如果真的有這種風險 你要不要讓你自己想要冒這種風險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一直在提的 叫預計的意思 就是 這個東西如果沒有辦法證明他安全 就要先假設什麼 安永安 然後就要採取一些方式去利益他 那 事實上 台灣也不是不能吃到 非基幹的治理 對不對 現在滿街都是非基幹的王鬥 非基幹的豆腔 那都是因為消費者 已經不想要吃基幹的治理 那世界上也沒有人 也沒有說只有基幹的豆腐 全世界只有10%的土地是這種基幹做的 還有90%的土地都是這種非基幹做的 所以我們還是有很多管道可以去吃到非基幹的東西 那只要我們吃的越多 價格就會越低 那如果大家有去超市或7%看 其實背起來的豆腐並沒有貴很多 貴很多是什麼豆腐 有機豆腐都貴很多 有機豆腐真的貴很多 那有機蛋又是另外一件事 因為它種植的方式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做法 還有都不同 還有為什麼 你會看到有的有機豆腐不太便宜 那有的有機豆腐很貴 對不對 一個可能是重品質的問題 一個可能是成本物品 我有聽過就是 黃豆 做豆腐不是黃豆跟水對不對 我有聽過那個黃豆跟水的比例是 B10 就是這個豆腐裡面有10% 百分之九十二十 只有百分之一 只有百分之一成是黃豆 那這樣子它成本單就比較便宜 同樣是用有機黃豆做的 那很有可能用的量比較少 就可以在掉皮 所以 基本上來說 價格的差別 機感跟飛機感並沒有差非常多 那主要是在有機跟機感不差的 那有機帶也是滿多問題的 所以我們在推飛機感 還容易被人家講說 我們就是為了有機廠商去那個 就是 圖利他們這樣 我們的目的當然 希望大家都吃有機豆腐 全部 大家全部吃飛機感之後 下一個目標就會吃點擊 這當然是我們的中心目標 但是不可能一步就到了這個地方嗎 那我們現在連吃雞感黃豆都要 就是 效果啦 就是你們就是在圖利 這樣子 我就覺得這實在是 就是 對啊 對我來說 痾 都已經有這麼多證據 好 那基本上我們吃的機感黃豆 就是跟我們飼料吃是一樣的 大家不要大便看過 我們的黃豆是一個貨櫃運行 就是一整貨櫃 那裡面全部都是黃豆 然後就撈出來 那比較好的黃豆就是給人吃 比較差黃豆就是拿去做炸油或飼料吃 那 我們現在在講的食品級的非機感黃豆 它是怎麼樣 它不是一貨櫃怎麼回來了 它是一包一包像 這樣 這樣 一包一包送進來 貨櫃 那有三層的油脂包裝 還有椅子 然後還有棧板 會斷開 這就是我們吃的 食品級的非機感黃豆 那我們這個機感黃豆 就是在一個貨櫃裡面 全部都是黃豆 然後 如果大家有幸 有幸看到下一部影片 就是我們剛剛談的影片 它會有那個推補機開進貨櫃 很酷 它 它把黃豆弄出來 是把推補機開進去 就是我們在那種很大的推補機 它開進貨櫃 把黃豆這樣倒出來 倒在那個貨車層 不是你是完全沒有辦法靠一個黃豆室 去把裡面 去運輸 那我們吃的黃豆 是這樣嗎 這樣 這樣 就是 這就是我們當時在推動這個 行動的時候 跟候選人提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有一些候選人他們 或者要堅持說 像 台中的李嘉宏市長 他就很堅持要吃台灣在地的黃豆 那像花媽 花媽 就是我們前年跟去年 一直在跟她講 她就很希望美濃的黃豆 可以提供給小廟吃 但事實上 他們的黃豆想要真的很少 小廟吃就能對不夠 那 當然 有些市長願意努力 才要台灣附跟雜娘 或者附跟黃豆店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好 那 我們也希望這件事情 可以帶動台灣 開始去 重視自己的雜娘作物 就算 有沒有訪問過台糖的人 就是 說 台灣就算所有的農田 都種黃豆也不夠了 不過他認識 但是 是有沒有可能 我們把我們自己吃的黃豆 讓台灣的農業 犯人有一個黃事情 那 台中的 李嘉宏市長 那像他上個月有一個 很大的新聞 就是他把二期到 二期到要補貼的錢 他讓 台灣 台中的青年農民 開始去種 在地的大豆 他希望讓這些在地的大豆 裡面也可以變成 台中型的農產 那我覺得 很有可能 沒辦法完全變成這樣子 但是 有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做一些轉變 然後 開始取代 我們吃的一些東西 我剛好前兩天看到雜誌就是科學發展 不知道你有看到嗎 七月的雜誌 剛好就是針對就是 機桿做了一系列的報導 這樣 可是跟上面講的就是 完全就是不一樣 因為他 科學人 七月的 對 然後也是科技部弄的 對 然後他就想說 就是黃豆 是第一 第一他沒有分飼料集跟一般的 對 裡面的雜誌是這樣寫 如果你看的話 然後第二他有說就是 他們有採 就是做過很多的檢驗 那都是合格的 那就針對我們 今天在討論的部分 他會覺得我們其實 就是 中間可能很多的部分都忽略掉 就是 我覺得會很 就是 明明都是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也就是 我懂 兩種不同完全極端的事情 好 那我多舉個例子 我下個禮拜六 你看你比較科學人嗎 我下個禮拜六在台北 我參加一場科學人主辦的論壇 就是科學人雜誌 大概每年都會舉辦兩三個論壇 在談基改心理 還不安全 那他們持的論壇當然是 基改心理很安全 他們就會去找 譬如說主持人就是李家瑋老師 李家瑋老師非常非常有趣 我覺得他非常非常有趣 那 他也會找到 像他這次又找了 核准台灣基改失明安全的 潘子民教授 如果大家去查 基改失明的誰 潘子民教授 就是有戶基改的那個 然後他這次還找了一個 美國的朋友 一個媽媽 一個阿嬤 男談 他在美國的重逃動 那 第一個 就是我們在談這件事的時候 一個科學人雜誌這件事情 辦這個論壇 看看下面做一件事 孟山多代表的戰 先生大代表的戰 那 李家瑋老師在某一次的 論壇上 他們說 他們其實不太遺憾這種事情 所以說 大家可以坐在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 去那個場地敲擊之後 可以坐在這地方 就是因為這六大兩項的贊助 他們不會也這樣講 只有我們剛剛看到那六大兩項 那 這六大兩項 他們當然不會用他們自己的媒體來贊助 他們在台灣會成立一個協會 他們會成立一個協會 他們有一個叫協會 叫永續作物發展協會 可以這樣講 然後 你去查永續作物發展協會 你去查永續作物發展協會 你去查一個合作發展協會 然後他們沒有台灣的網頁 那你會查到進入的網頁 那他們會講說我們是誰 那裡面他就會把 這六大兩項的產品 這個協會就會去贊助科學人頒獎 我們當然不是說你要去合理懷疑 他為什麼要贊助這個網頁 但是 你可以從這個贊助的方式去看 科學人頒獎的網頁 比較站在永續期間這一棒 這是一波 那 上飛我們參加的是 美國黃豆出口協會主辦的活動 那美國黃豆出口協會 他會不會跟你辦說 我們黃豆很不安全 不會嘛對不對 所以他一樣找這些人來跟你說 美國黃豆很安全 那他找來那個美團的話 他人也非常的好 非常有趣 他說他的那個種田啊 方法是有去跟做一波認證 我覺得他種的方法非常好 但是他種的方法好 跟這個黃豆好不好 沒有關係 他的跟做方式很好 很永續 這樣跟他種的黃豆很關係 結果他沒有關係 他在講他這個 跟做的方法很好 但是事實上他 並沒有去討論到 他種的黃豆好不好 或者你就 就像我們都會一起發言 譬如他說 我種什麼黃豆啊 然後他也 我願正面回答 他說我只要市面願意 我就種什麼 他有點類似像宮崎的 就是我種黃豆 例如說你想要什麼黃豆 你想要什麼黃豆 就種來賣給你 這樣 就像這樣 那 嗯 至於你剛剛提的那個 我就回答飼料豆這件事 台灣是沒有分飼料豆跟食品籍 台灣是真的沒有分飼料籍跟飼料籍 真的沒有 那在國外有沒有 國外有分飼料籍跟飼料籍 但他就是法規規定 他法規沒有規定說 食品籍要怎樣 食品籍要怎樣 他沒有這樣 那那個美國的阿嬤那個農友 他也有空 我寫這題問他 他要回答 他就說 我們種的黃豆都是給人吃的 我們種都是給人吃的 那人都可以吃的 為什麼 牲畜不能吃的 所以我的黃豆沒有食品籍 跟食品籍 全部都是食品籍 因為我種就是要給人吃的 那你把人可以吃拿去給動物吃 那沒有什麼東西 這是美國阿嬤的回答量 那 再來你去查美國網站 或者去打Google去搜尋 你會發現很多黃豆會放食品籍 或分飼料籍 那個就是因為 這個黃豆出來之後 一個是他的飽足 那一個是他的 可能 紅藥殘留率 那還有因為他的形狀 他比較醜 然後他保存比較差 他就會拿去給食品 當飼料籍 那 那比較好一點就是練食品籍 一邊再吃 那在台灣呢 我們 其實不用去糾結食品籍 跟食料籍 這個名字 我們吃的黃豆就是一整個貨櫃 通通送進來 那這個貨櫃裡面呢 他比較醜 要做很久 要做兩三個月 那黃豆 要怎麼樣才不會壞 大家可以想 在貨櫃裡面 做兩三個月傳 黃豆要怎麼樣才不會壞 然後一撒整個東西 大家會壞 這是一個問題 那整貨櫃進來之後 這個 這比較醜的 好 你可以用麵醬 這個好一點的拿去炸油 我這個看起來就要看上去 拿去給人吃 所以你要不要去糾結 我們吃的黃豆的飼料 或飼料籍 這件事情 不是 我們其實已經不太去談這件事情了 他們來說 因為 事實上證明 他就是很差的黃豆 對不對 事實上他的主要的作用 你這批黃豆在美國 就是給豬、給牛吃的 那 他是不是叫飼料籍 叫飼料籍 就是 他沒有什麼意義 對我們來說 我們現在已經不去討論 但是 政府會一直跟你講 因為 黃豆一直出現 說我們這次是飼料籍的黃豆 他就跟你說 台灣沒有在分審裡面怎樣 是說都沒有分 事實上他講得沒錯 台灣是沒有分 但是事實上我們的規格 吃的就是跟 這批黃豆在美國 就是給豬吃的 美國人吃的 美國人吃的 美國人自己吃的黃豆 不會用那個方式 送錢給他們 美國人吃的黃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一包一包 送錢 這叫十年級的 非極感黃豆 所以 對於名詞這件事情 就是這樣跟你一樣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這件事情這樣 就不用去糾結 事實上我們吃的就是 吃掉自己的黃豆 至於他也沒有分 對 沒有 那也很多人會提到說 他就是 產品比較低啊 農藥比較少啊 那 對於這件事情 我只能跟你說 他那法律不一定是 如果他真的覺得這麼好的話 那就要設0.1啊 他如果把那個家裡 在農區一樣設成0.1 我就會相信他說 黃豆的產品比較少 我每次問他的問題 他就逃避 就拍彩叫說 我每次有去參加那個活動 我就會寫這個 因為我們 那個場合呢 都不會讓你舉手包吻 不會想這樣 什麼話 都要選一個問政黨 我每次問他的問題 大概問三次 他要回答一次 他就是說 我們都經過嚴格的審核 經過台灣政府的審核之後呢 人都是可以吃的 我們都很安全 因為我的審核 他完全不去回答 那個10跟0 對 他完全不會去回答這個 好 所以我如果覺得 他如果真心覺得 農量很少 那就全部都跟台灣一樣嘛 對不對 那我就不會繼續抱怨他說 可以 事實上就是不可能 那 還有一個是秘密 就是 在這個行動裡面 台灣有幾個女性立委 很支持我們 那其中一個就是田秋景立 他一直很支持這個 那現在 基改施定標示的新的法律 也是因為他的強力動員 還會在今年年底去通過這件事 所以在這件事情 他非常非常幫助 那其實我們有透過他的管道 得到很多資訊 譬如說 我們剛剛不是去那個 懷疑說 台灣進口的黃豆 我們要採用量很高嗎 然後他就寫了公文 因為我們去寫公文 會不會不會不會 他都黃 關稅有什麼黃 然後立委去寫 然後就 那個 說台灣的嘉義賽檢驗 大概只有2跟3 就是你去檢驗黃豆 我們的標準是10嘛 對不對 但台灣唸出來只有2啊 3啊 大概就是2、3啊 1、2、3 大概就是1、2、3 1到3是中間的這個 就是數值而已 比如說 比台灣政府的檢驗來說 我們的農藥產品量其實是蠻低的 1到3其實並沒有想到很大 那 好啦 如果真的這麼低的話 為什麼政府不去改那個標準 我們老是家要跟他都改 那當然也很懷疑台灣政府的檢驗能力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這樣 對 因為在美國有很多檢驗報告發現 它的殘留量其實非常高 它有從遇到台灣人會變少 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那這個跟我們前幾年 在台灣的輻射食品很有關係啊 我們輻射食品進來台灣 那個輻射貨櫃進來是用心用水 先沖一沖之後再驗輻射 我們這個貨櫃是送輻射食品來的 變滅射之前的先用水 會不會沖一沖下來變滅射 這樣素質就叫做輸掉 那所以 這當然是另外一回事啊 我不會去挑戰 因為我沒有去檢驗 我剛剛也不是很知道 政府的檢驗方式 我不能說這麼好 但是事實上 目前我們大家知道的 檢驗出來的素質其實是降低的 那如果真的一直都會這麼低 那下去下一步 我們可能也是完整 我們來就把標準方法 聯合一點 不要一直出來使 但是 最近如果大家有在關心台灣的貿易 或是 或是世界上的貿易 這件很新鮮的事情 叫PPP 就是 WPO 不用加上的PPP 這樣 那PPP在Po之後 很多人在反對 因為其實美國強力主導 就是會透過希望這樣爬入 那很有可能機改作物 會影響很多的部分 因為PPP進來之後 我們的機改作物的規短或使用 可能就要引靠美國的規短標準 那美國是沒有標準的 那他們當然就要嚴重 那就是 因為詳情其實很清楚 對 他們現在正在夏威夷探 12國的距離 在夏威夷探 考完這件事情 所以 這個如果大家對 我先懷疑一下 所以 就是 詳細追蹤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把那個物件回收 我們要抽獎 大家都要等抽獎 謝謝 謝謝